我们这个法门不是修心的法门 我们是换心的 昨天取了一个年有的法名叫佛换 对了 彻底给你换了 因为你这个心没有修的价值了 说开一部破车 到了修理修理铺 帮我修一修吧 这个修理工艺看 哎呀老板啊 我就建议你别修了 你修的钱比你买的车的钱还贵 你这个车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 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心去交给阿弥陀 阿弥陀看说 别修了 换一个 换一个什么 全新的 把我们的心换一个佛的心好不好 那么佛心是什么心 佛心就是怨身心 你只要怨身西方极的世界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变成了 这个达摩大师了 你就变成了二组会客了 二组会客说 无心不安 勤师为我安心 然后达摩大师说 讲心来欲辱安 你心了不可得 达摩大师说 欲辱安心境 把那心就安好了 所以我们也跑去了 哎呀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我这个心啊 贪嗔痴很多 你帮我修一修 阿弥陀佛说 别修了 换一个 那怎么换 愿往上极的世界 我愿往上了 于如换心境 又换完了 所以我们各位 愿生极乐世界的心 绝对不是我们的凡复心 凡复心就喜欢抱孙子 抱儿子 搞五欲六成 那个是你的本能 现在你哪有那么虔诚 愿生极乐世界 愿生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就是佛心 就是亲近心 我们众生的本来 就是愿意轮回 就是搞五欲 说我愿意去往生 你哪有那么闲善 愿意去往生 是阿弥陀佛三秦四邀 五秦八邀 邀了十个大劫 说你来往生吧 五节思维的时候 就呼唤说 你遇生我国 遇生我国 遇生我国 阿弥陀佛一个人喊 还不行 然后经过赵宅永节的修行 跟你结缘 做你的妈 做你的儿子 然后呢 为你留身 流血 流汗 来救度你 跟你结了很深的缘分 然后自己喊 还不够 还派十方诸佛 来跟你喊 还派善道大师 派谈善道大师 说你来往生吧 你来往生吧 你才跑来了 懵头懵老的跑来了 你们都愿往生 那我也愿往生吧 要知道这个心 绝对不是你能够兴起来的 我们居然在六道轮回 这么长时间里边 居然还 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还愿意去往生 你说怎么可以想象 各位 你们想过去月亮上吗 没有想过吧 有没有想过去太阳上去玩一玩 有没有想过去火星啊 什么木星玩一玩 那你为什么没想到 还是想到十万亿国 国土之外的极乐世界 去选一圈 连你太阳西的地方 你都没有想到过 还想到天上 心上去玩 没有想过 你不可能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不是你境界 那你为什么能想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极乐世界 你还想去转一圈呢 那绝对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心啊 所以让你壮了胆了 念佛人就是豪气冲天 就是这个眼界高远 这个苏部世界就看不中 眼一看 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国土之外 就这么大口气 为什么 菩提心 以果地决为因地心 就是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给我们壮的胆 不然你凭什么讲愿望生心 所以我们很多愿望生啊 前面讲愿望生 后边就开始退了 为什么 他没有六字名号给他壮胆 他靠自己修的 砸行砸修砸善 那个壮不了胆呢 那个你愿望生 但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往生 这句话不就取消了吗 我们如果念佛 专修念佛的愿望生 一定往生